一天小绿正在自己家的床上面蹦跆着 对面的雪人看见了 便用枕头扔向小绿 小绿跳了起来 躲开了向雪人吐了吐舌头 之后站起来将枕头砸向雪人 雪人被砸到了地上 于是很生气 走到了墙上将温度进行调节 整个房间变得十分冰冷 小绿冷地抱住了自己 鼻涕也随之掉了下来 出来之后被冻僵了 小绿发现之后又找到了调温器旁边 将温度调回了炎热之后 整个空间都变得非常的炎热 雪人看见了又将调温器调回到寒冷的温度 小绿看见了 便又将调温器调了回来 之后两人进行了争抢 最后调温器被弄坏了 空调的一半变成了吹冷风 而另一半变成了热风 小绿用枕头靠近空调之后 枕头便燃烧了起来 雪人也用枕头去靠近空调之后 便冻成了冰块 雪人晃动着自己的枕头之后 小狮子走了过来 免了冰火两重天的景象便走了过去 刚刚进入便滑倒在了小绿和雪人的面前 小绿告诉了小狮子 有事情以后小狮子便灵机一动 跑出去拿了一个转盘 凹脏的墙面上 最后空调随着转盘的转动使变化 最后整个房间的温度开始平衡 转变化 衣 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